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叔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泰国黎叔说 今天黎叔给大家讲一讲在泰国买卖房产究竟要缴纳多少过户税费呢 想要了解其他更多有关泰国的资讯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的分享 最近黎叔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讲泰国买房了过户税费 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讲对了 不是漏了哪一项就是搞不清楚每个税种的区别与税率 有的人可能连泰国土地厅都没有去过 或者去了也看不懂税段上面写到底什么内容 那黎叔作为第一个拿到泰国房产经纪人资格证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在泰国留学生活12年的半个泰国人 今天黎叔就给大家普及一下 到底在泰国买房需要缴纳哪些过户税费呢 进入正题前首先讲一个基本知识 泰国过户土地房产等计算过户税费的时候 计算的基础数值往往有两个 一个是买卖双方对土地厅申报的买卖价格 一个是土地厅部门自己的评估价格 政府的评估价往往比实际成交价要低一些 有的甚至要低一半以上 因为政府不是每年都更新评估价 而市场的价格却是每年都在涨 黎叔把过户税费分为三大块 一过户费税率为2% 计算的基础是政府的评估价 二印花税或者是特种商业税 印花税的税率是0.5% 特种商业税是3.3% 两者只要缴纳其中之一即可 计算的基础是取政府评估价 或者申报价两者之间更高的那个数值 关于什么情况缴纳哪种税费 下面会详细说明 三收入税 这个税率是根据房子新旧程度计算折旧 并且根据阶梯税率的计算模式 相对比较复杂 不过大致在1%到3%之间 首先我们对过户费解析 这个费用对于大部分买新房的人来说 一定不陌生 一般开发商都会把这个费用列出来 过户的时候买卖双方 一人支付一半 也就是各付1% 有的开发商做促销 甚至会全免过户费 但是如果你遇到有的开发商 需要你支付其他税费的话 那就有点不守规矩了 看过黎叔的视频 你应该就有底气 可以距离力争 该付的我们一定付 不该付的我们一分钱不多付 第二个我们对印花税和特种商业税进行解析 刚刚讲到这两个税费两者取其一 那么什么情况下缴纳印花税 什么情况下缴纳特种商业税呢 毕竟这两个税率差别还是蛮大的 大家记住两种情况就可以了 第一种情况 持有房产超过五年以上 在卖出的时候就只需要缴纳0.5的印花税 而反之五年内卖出的话 就需要缴纳3.3%的特种商业税 第二种情况 业主名字放进房产本 泰国人一般是用的是蓝本 我们外国人的话是单独要申请黄本 放进去的话超过一年以上 在卖出的时候就只需要缴纳0.5%的印花税 而反之则需要缴纳3.3%的商业税 以上情况满足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卖家为公司名持有 那么无论如何都需要缴纳3.3%的商业税 这项税费也是买卖双方最想要操作的一项 在这里黎叔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学到的朋友别忘记给我点个赞 关注黎叔的频道 还有其他疑问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因为这一项税费计算的基础是政府评估价 或者申报价两者之间更高的那个数值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把申报价报低一些 但也不能太低甚至低于评估价 人家土地厅的官员也不是傻子 一看你就是为了节省银子 到时候不仅被刁难很可能还不给过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跟土地厅官员打好招呼 特别是一些大种物业价值几千万上亿泰铢 如果操作的好的话 可以节省几百几十上百万的税费 黎叔在这方面也算是行家了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以私聊 毕竟这方面不好放在台面上说 第三个解析收入税 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收入 谁支付这项费用 那么一般来讲理应卖家承担 因为是卖家收到了这个钱 但是实际交易当中很多情况下 卖家都是要求过户当天所有的过户税费 买卖双方一人一半 这个就看买卖双方的协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点 泰国买开发商的新房一般只需要缴纳过户费 总共就是2% 二手房买卖所需要缴纳的过户税费 高的情况下在7.3%左右 低的情况下在4.5%左右 以上的内容你学到了吗 话说黎叔去过的土地厅可能凭你看过的房子还要多 想要看黎叔的文章可以去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泰国黎叔说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与我有私人交流的话 欢迎加入黎叔的思想微信群 在群里黎叔会根据每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并且不定期分享有关泰国最真实的数据和一手干货信息 有些不方便在公共场合说的或者其他细节都将在这里面展示 录群流程可以参考下面的描述栏 谢谢大家支持黎叔在群里等着你们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记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好了 谢谢大家